这家的婆婆和儿子儿媳挤一间房 她就睡在旁边的沙发上 和床铺的直线距离 一点没有 真害怕儿媳翻个身 一巴掌拍在婆婆脸上 没辙呀 家里拢共就38个平方 如今要住四代六口人 90岁的太爷爷 60岁的爷爷和奶奶 再加上小夫妻 还有刚满月的小孙女 爷爷被发配到玄关睡觉 巴掌大的地方塞满家具 狭窄的过道还是进屋的必经之路 隐私完全没有 害得爷爷每天6点出门 12点回家 一刻也不想多待 奶奶带小孙女 和小夫妻挤一间房 这里不仅是卧室 也是客餐厅 偶尔还要充当麻将士 空间利用得淋漓尽致 二房东来了也得干半下风 太爷爷有单独一间房 但因为太爷爷腿脚不好 吃喝拉撒全在房间里解决 属于是老宅男啊 反正六口人没有一个人过得舒坦 没事 找空间魔法师使南桥改造一下就好啊 委托人小丁家位于上海老弄堂 两层小阁楼加起来总共38平米 回家要先穿过漏雨的雨棚 再路过俩邻居门 接着是一段90度的公共通天梯 踏板的宽度只有8厘米 半个脚掌都悬在外边 不仅摔老头 小丁媳妇怀孕的时候也摔过两次 爬了半天 竟然又到了邻居家门前 还要再爬五级台阶 终于到了小丁家 看把老天使累的 话都说不利索了 推开入户门就是爷爷的卧室 满满当当全是家具 只留了30厘米的过道 胖点的亲戚都聚之无奈 别看这个房间景 隔壁视频里的房间也没好到哪去 里面摆放着尊贵的床铺 衣柜 沙发 还有餐桌 中间夹塞婴儿床 这还不是张简单的婴儿床 上面放的澡盆就成了宝宝专用的浴室 只不过苦了奶奶 每天都要洗四件套 要想去二楼 再爬一段命运楼梯 楼梯左边是厨房间卫生间 谁家好人把马桶和灶台搁一起啊 中间靠块玉脸挡着 别看上厕所不容易 吃个饭更难 奶奶烧好饭 要楼上楼下跑十几趟送外卖 给儿子儿媳送一单 给太爷爷送一单 剩下劳两口只能在卫生间里吃饭 同在一片屋檐下 却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再上三级台阶 就是太爷爷14平米的单间 面积虽然大 但他自带斜坡屋顶 随时有磕脑门的风险 看完了房子 老天使收到委托人寄来的信 当面不好意思说出口 38平米的房子 他们就提了八个要求 不过分吧 家里要有四间卧室 再加一间客房 不过分吧 老天使表示 哥我这儿许愿呢 拆家小分队闪亮登场 老房露出沧桑的模样 他由一大一小两个盒子组成 面积还不如最小号的集装箱 更糟的是老房经过岁月这把杀猪刀 根本没法看 外宿里嫩的横梁 摇摇欲坠的墙面 敢啥改呀 炸个重建吧 不出意外 老天使要请出好友钢结构 他要在最高只有4.7米 最低只有1.4米的空间内 搭出四层小别墅 一层主要作为客厅和太爷爷的卧室 外带一个卫生间 通过家中新增的楼梯来到二楼 这里是中年夫妇的卧室 在往里走是全家的餐厅 餐厅隔壁是厨房 最高那层救助年轻的小夫妻 没有意外 委托人又来提要求了 原来小丁媳妇的衣服鞋子特别多 平时都堆在娘家 如今希望新家有很多储物空间 老天使说这还不好解决 他把楼梯底下 沙发底下 房底下全都掏空了 就连地板和墙壁都挖了洞 不是用来放东西的 而是增加屋内的采光 让空间从视觉上延伸 没那么压抑 老天使考虑到家中的老人和小孩 全屋用的都是软木材料 连地板都铺设了地暖 适合上海阴冷的冬天 经过65天的努力 改造终于完成 小丁一家来收房了 贴心的老天使把公共走道都翻新了 推开入户门 就是宽敞明亮的客厅 客人来家里打麻将 终于有地方做了 天花板上挖的圆洞 很好的延伸了空间 看起来没有那么压抑 往里走就是太爷爷专用的卫生间 马桶上配有坐便沐浴两用椅 老人家今后可以坐着洗澡了 屋子走到底就是太爷爷的卧室 阳光洒满了整个房间 储物空间也很多 一整面的壁橱 里面配有小冰箱 床尾安排了衣柜 啥宝贝都能往里塞 沿着平缓的楼梯上到二楼 映入眼帘的是洗手台 旁边还有个刚满月的洗手台 是专门给宝宝用的 往里走是L型的厨房 动线流畅 关键是没有马桶 二楼还有间厕所 经典的干湿分离 最高平价就是有酒店内位 把厕所中间的玻璃门打开 就扩大了空间 放下宝宝的澡盆绰绰有余 在二楼中间的区域 是全家人的餐厅 一圈的沙发 坐下十个人不成问题 奶奶以后不用送外卖了 走慢点 阿怪都要迷路了 接着参观的是老两口的卧室 麻雀虽小 但五脏俱全 爷爷一下就躺了下去 笑得满脸都是牙 打开中间的阁门 卧室可以和儿童去联通起来 小宝贝以后有地方玩耍了 老天使上门来揭秘更多彩蛋 首先他给太爷爷准备的是一张护理床 方便家里人照顾他 三楼的区域藏着小夫妻的卧室 墙上的板子翻起来就是梳妆台 餐厅中的沙发放下来就是一张双人床 一号客房出现 客厅的沙发有着相同的功能 二号客房出现 老天使最后还准备了大惊喜 按下开关 天花板就出现了星空 阿怪这个三百个月大的宝宝也喜欢 不仅如此 老天使利用家中的楼梯 做出了滑滑梯 第一次觉得家里楼梯多 也挺好的 按照惯例 最后晒出账单 一共花费了38.23万元